哈囉大家好阿神 今天我來IKEA 哈囉大家好阿神 今天我來IKEA IKEA 來吃這些東西 然後吃高熱量食物 看的其實很爽 然後拿到一邊 再拿到一邊 剛剛看到我去買這些東西 這個100多塊 這40塊 兩隻雞翅45 魚條40塊 這一根我忘了多少錢 反正加起來280塊 今天是沒有攝影師 所以我就自己吃 就是鹹鹹的雞肉館 沒什麼特別 那醬呢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醬 那我來吃看看這個醬 酸酸甜甜的 應該是什麼莓果還是什麼小的 還不錯 它馬鈴薯泥也不錯吃 那當然其實 蠻多朋友不喜歡吃我是很喜歡吃 可能我的口味比較怪吧 我們來吃薯條 我用手拿好了 我不喜歡用叉子吃薯條 有沒有聽到的聲音 欸他們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只是我剛剛繼續加醬 我等一下去加醬 那我們現在來吃魚條 可能不是剛剛炸完的 放了一陣子 有點油 但你不會知道難吃啦 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第一次的話 我就咬一口就好 因為它有點去骨要有點麻煩 肉有點硬 不是有一點是真的蠻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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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一下這個培根 什麼窩口小 雞肉什麼的 中間就有點像丸子 然後外面包培根 裡面還有玉米 也是放太久了 有點硬掉了 然後乾乾的 我覺得沒有很好吃 哇 聽出來了 它好像在拉死 它的芥末醬 長的顏色比較特別 這感覺是真的芥末醬 不是那種一般路上那種 黃黃的那種 化學藥劑的芥末醬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吃它的芥末醬 他們芥末醬很好吃 可是就是有一種 真的是用植物炸出來的味道 那番茄醬呢 好反應 就是個番茄醬 那兩個一起沾 我覺得 超好吃的 有機會到IKEA 來試一下這邊的食物 我是真的覺得這種東西很好吃 只是 剛剛的雞翅跟那個培根雞肉真的是 很硬很難吃 想吃的話斟酌一下 可能是放太久 哇 這裡很多人 你看它很像小朋友的聲音 那我們吃完再見啦 掰掰 經過了一下 我終於吃完了 吃了 亂七八糟的嘴巴都破掉了一樣 現在已經是到了放學時間了 所以現在其實蠻多 這附近的小學生都來這邊吃飯 他們其實還蠻爽的耶 放學就可以來吃這種好東西 而且這邊價錢其實 以小學生來吃東西來講 其實算蠻高的 但他們是真的蠻幸福的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來這邊吃呢 只是單純騎車路過 然後看到好久沒吃了 就找個位置停下來進來吃 那我就回味一下幾年前吃的感覺 然後我只是拍爽 掰掰 OK